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 全出版社出版的 那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手作书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其中一位作者 杂粮面包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杂粮面包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杂粮面包 对 想自己是食物的感觉 好像还蛮特别的 因为杂粮面包我觉得它和我的生活理念 还有一些看法还蛮接近的 怎么说勒 呃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面包它的外观可能不是太突出 是 然后但是它有很丰富的口感 然后也有很多的营养 是 那在某方面我觉得就是 它没咬一口你就可以可能会尝到非常多不同的感觉 或是很奇妙的创意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只要我们用一点心 我们就能够在其中获得很大的乐趣 是 和惊奇 而且我觉得杂粮就跟你很像吧 因为就是看起来是很斯文的 就是觉得可能他走在街上 你会觉得这很斯文的男生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说 他可能摊开工具箱之后 可以变出一个非常豪华的世界来 就是在我们在这本书 其实像刚刚如果有 如果有朋友比较中间才来听到这个节目 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是要介绍 养生食品吗 为什么一直在聊杂粮面包 其实不是哦 这本书其实在讲的东西算是一个 手作跟拼贴创意的部分 而且很有趣的是 咱的面包其实是这本书 作者群中唯一的男生 是这样吗 嗯 对 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啊 因为其实像 像对女生来说 我认识的喜欢纸交代的女生 好像比较多 我比较少听到男生喜欢 那我觉得 而且你说做劳作 或者是说做手工艺啊 或者把笔记本写得很漂亮 感想都是女生比较喜欢的事情 那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会迷上手作这件事吗 嗯 其实手作来讲 我想 呃 它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 它很有温度 很有温度 对 它能够很确实的去传达就是 你心里在想的 然后你在做的事情 是 然后它不见得很完美 可是就是因为 它这么一点不完美 反而让人觉得轻松自在 然后很有感觉这样子 就是很独一无二的感觉就对了 嗯 对 那咱的面包可以帮我们跟读者 介绍一下这本可爱的书吗 嗯 简单来说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 我们其实在一般的市面上 常可以看到很多介绍 纸胶带相关的书籍 是 那 但是我们 常常可以发现就是说 诶 我们好像比较常用在 小的文具或是装饰的部分 是 那在这本书里面 它收集了各式各样 不同的媒材 然后还有风格 嗯 因为它总共汇集了六位的创作者 是 那每位创作者因为它有各自喜欢的素材 嗯哼 还有生活 不同的生活经历 对 所以相对来讲 它在这本书里面 也可以提供最多也最广泛的应用 对啊 我看这本书其实就看到说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我之前很 有些朋友他们会迷子交代 嗯 或者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熟 因为我有在玩铺浪嘛 就看到铺浪上有些同学 有些朋友他们会讲到说 诶 他们今天又买了什么什么样的交代 或者他们会po说他们有个纸盒里面 那个胶带就排得很漂亮 像收藏品那种感觉 其实我有一度是很疑惑 就是 就是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困惑吧 嗯 其实纸交代它很特别就是 呃 一开始 对这个素材来讲 我印象也就是说 诶 它其实单价上并不算便宜 对 因为它是进口就多嘛 嗯 对 然后可是 真正接触到以后才发现 其实 呃 它比想象中亲切一点 是 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站在一个收藏的 最初都是用收藏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你会舍不得用 对 那 你就会觉得 哇 不小心 今天又买了这个 明天首画 又买了那个 然后一不小心可能就从一小盒 变一大盒这样 真的 然后有的人就变成好几箱 诶真的吗 对 我有认识的朋友他可能就是 诶 网路上选购啊 买一买 然后就变成 石箱 也有可能这样子 诶可是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是说 只知道那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台湾的市场啊 你大概有印象吗 呃 我印象中大概是 2009年左右 哦 这算是很新的一个素材咯 嗯 对 它也是近年来就是突然 就是蛮能激发大家创意和创作的一种 新的素材 对啊 可是它是个胶带耶 我们一般人对胶带的刻板印象就是会停留在粘贴跟风口之类的上面 那这个东西到底跟 就是纸胶带的魅力 我觉得对你来讲 你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呢 嗯 简单来说就是 它在粘贴和风口这件事上 它就有了更多的乐趣 因为颜色花色的问题吗 诶 这个 这些 这些倒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因为以前大部分都是素色的 对 胶带类 透明胶带 那我们能够去做的创作类型就会 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点 除非你花很多的心思来 嗯 投入进去你才能看见它比较有趣的地方 但是它现在被赋予了新的款式 花样还有色彩之后 嗯 呃 你就能够更简单的 然后去找到你所想要的创作方式 嗯 对 例如你喜欢的色调 你喜欢的花样 是 对 你就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把它带入你自己的生活之中 因为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它也算是给我了一些还蛮不一样的感受 就像刚刚讲说 过去我们把胶带都当成一个风口 或者是粘贴的一个工具 比较像是辅助品或者是配角的角色 可是 纸胶带会让我在 就是看完这本纸胶带欢乐趴之后 才会去觉察到说 哦原来它可以是主角 它可以是所有就是那个最聚焦的那个 的特点 或者是说 可能对于比较不会画画的人 或者是说 嗯 不知道怎么去表现出一些比较精细 或者是比较特殊色彩拼贴的人 它可能就比较能够简单的运用 纸胶带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我不晓得这个看法是不是对了 嗯可以 简单来说这样子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其实 它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 然后让你在 比较 应该怎么讲呢 我们普通的生活中 然后有更多的乐趣 是 你可能 例如说纸胶带你在应用上 其实只是简单的封贴 可是它可能 因为你今天在工作的时候 在念书的时候 你可能光是笔记本上 多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 它可能就让你今天 能够用更好的心情 或是更好的一些感觉 去做某件事情 是 这个还蛮重要 我觉得现在就是 大家很容易心情不好 现在人都是这样 嗯 那我想问一下是说 其实像 手作的世界里面很多 很多元 然后包含纸胶带的创作 也是很多元的 那 咱的面包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创作类型吗 嗯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创作类型 是比较平面的 还是比较偏向立体的 嗯 其实我自己的创作习惯是 呃 我会把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当成 都当成素材看待 是 我会比较跳脱它本来的用途 所以你是看到什么 就开始盯着它看 然后就开始想可以做成什么之类的吗 嗯 我觉得这跟生活 呃 生活上的一些习惯有关 就例如说 哎 我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 自己比较常接触到的一些素材 可是如果我们就是 既定说它是某样东西之后 嗯 它能够被延展的空间就相对变小了 譬如说呢 纸杯吗 还是说 嗯 这个也是哦 其实纸杯的话 你把它跳脱它叫纸杯 只是装水或装成这项功能之外 嗯 嗯 的话你可以把它剪开 对 可以把它展开变平面 对 然后它可以透光 因为质地不同 嗯 然后它就会有延伸出许多的可能性 嗯 对 然后它 这个时候其实它是能够赋予 很多的创意和生命在上面的 那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不过我相信读者 或者是听众一定很好奇就是说 你哪来那么多灵感啊 你是念设计的吗 嗯 其实并不是耶 真的吗 那你是念什么的 嗯 其实我真正原本本科系是念原意的 哦 花花草草那边的 嗯 对 那怎么会去转到说做这一块呢 嗯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常常大家提到就是说 呃 工作和学习的科系其实并不是对等的 对 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 那我觉得像大家最后 例如说大学念的科系和你最后生活的方式 它其实是一个 呃怎么讲 就是你生活方式的一个基础 嗯 然后它会 你还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对了 嗯 嗯对 它当然就是你 你做了这项选择以后 例如说我念原意的 那我有一些相关的知识 或是接触相关的人事物后 我对 事情和生活的看法会有 跟大家社会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嗯 但是相对来讲 那我也可以看到 用更不一样的视野去看待某些事情 是 嗯 那所以我希望像 譬如说我们在这本书看到你在制作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 像我好喜欢你做的那只斗鱼哦 嗯 就是因为 就这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是说 它居然用纸胶带做出来一只斗鱼 很神奇 而且那斗鱼真的是活灵活现 就很像是鱼在转身的那一瞬间的 的那个姿态 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啊 嗯 其实最初就是 呃 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 然后就有接触到一些 简单的轻木工 嗯 那 之前是做什么 呃 之前是做广告相关的 但是要自己做木工 呃 对 好辛苦哦 其实没有就是 呃 也算是同事的兴趣啦 什么叫轻木工啊 轻木工就是我们 呃 一般比较简单 不需要重型机械去辅助的 木工作品 例如说像 不用限聚之类的吗 呃 就是我们比较不用到那种 大型的锯台 嗯 或是其他大型砖控机 是 那轻木工的话 我对它的认知是 例如我们一般的 小型的锯子 线锯 嗯 砂纸 对 这些就可以去完成的 哦 那还蛮方便 很像是小时候 国中的工艺课 嗯 对 有一点那种感觉 是 因为它在材料的取得上 然后还有操作上 其实 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 嗯 对 所以男生女生 然后大人小孩 其实只要有基本操作的安全方式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轻木工的经验 让你变成说 你在创作上会多了一个 呃 技术没才吗 还是说 嗯 也算是 其实就是 呃 某天做完轻木工之后就看到 它其实是切下来的边角料 然后就感觉上它突然让我想到斗鱼的身体 那 一块木头 让你想到斗鱼的身体 呃 对 就是它的 是 让我想到斗鱼的某个姿态 是 那 接下来就是 哎 应该是说它让我想到了一个鱼的姿态 然后 基本的架构 嗯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说 哎 刚好最近有在玩纸胶带的东西 对 那纸胶带其实它跟铁丝带配合起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赋予那种 斗鱼它与其在游动时飘动的飘逸感 嗯 然后所以最后就变成斗鱼了 超厉害的 真的 大家可以去翻翻看这本书 还真的蛮好玩的 那我想问一下是说 你 你会觉得啊 像 它既然它 呃 除了 木工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是有可能也可以跟纸胶带做很好的结合 嗯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纸胶带的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 其实你所有看到的东西它都是可以被粘贴的 哦 所以我看到都可以贴起来就对了 对 那只是 只是我们一般可能比较没有习惯去做这么多的尝试 例如说在书中 是 我就有用到了像各种不同 比较呃 大概比较少去使用的美材 例如说 呃 石头 是 金属类 是 然后 还有 玻璃或黏土类的东西 嗯 对 那因为一般其实我们比较习惯性是运用在纸类 对 然后或是木器方面 可是我想问的是纸胶带的那样黏着性不会不够吗 嗯 因为感觉上胶带给我们的印象不是一个很黏的东西耶 其实这就跟纸胶带它原 呃 呃最先起源的特性有关 是 它其实最初是被应用在就是汽车喷料或是装修时候 它做一个遮蔽用的效果 哦 它算是一个最早期应该算是工具性的美材 对 那后来呃 它就因为它这项特性所以它必须要赋予 就是说呃可以轻易的粘贴 然后撕下来但是又不回损呃你粘贴物品表面的特性 是 对 所以它在创作上就变成说 呃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美材上就是做尝试 然后如果呃粘贴上去觉得不喜欢 你可以再撕下来反复利用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哦 嗯 那这样真的让我觉得纸胶带还蛮比想象中的真的很有空间 而且很有趣耶 嗯 那我们一起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了解纸胶带的世界